很多朋友在问 三岸花三岸起花 原三岸逢花的第一支作品什么时候出来 它是在5月搞定事务所并且决定新一名的 依照RV新法的规定 与片商签完页后一个月才能拍片 拍好片后再过三个月才能上架的状况来算 最快也要到10月才能看到三岸花三岸起花 那第一支作品单的是要每个环节都配合三岸花三岸起花开快车才做得到 在吹石经纪公司就私下和我说没办法那么快 至于这位女主播的新片什么时候会出来吗 答案是11月 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知道却又讲了出来 这个让我来和大家解释一下 一般而言事务所是很愿意和业者说各种情报的 但有个前提 就是你不能抢在片商之前公布那这次为什么可以说 那是因为三岸花三岸起花在募资平台自己讲了 芯片将会11月的时候发售 然后就是募资的重点了 为了让大家都知道它现在叫三岸花三岸起花了 也要为了V生涯的第二张博客好彩头 所以三岸和事务所在募资平台推出了东京 希望能募到440万日币 约台币95.5万 这个计划是要用募资来的钱买下宣传货车在东京啪啪走 要为三岸花三岸起花的第一次冲出最强的气势 我知道很多朋友期待4V2和三岸合作举办摄影会 由于担心它不先过去三岸逢花时代的商品 我觉得它会签 但经纪公司会不会阻止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待它用新名字发片 现在既然确定11月就要发片了 那就赶快来约